在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下 当我们发生了这些情绪 经过这些情绪的历程之后 我们也会对情绪本身有我们进一步的反应 也就是情绪的调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为了来继续的探讨这样的议题 我们今天很高兴 特别邀请到中正大学心理学系的黄世珍教授 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议题 那么黄世珍老师呢 他是发展心理学家之外 他的主要研究的议题也是在情绪的发展这个领域 此外呢 他还有很多非常多的实物的 这个智商跟辅导的经验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黄教授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情绪的调节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已经产生的情绪 要让对方知道我现在的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社交的这个场合 觉得太过分的表达一个情绪并不是非常的恰当 而希望能够压抑它或者是缓和它 就是那此外呢 就是说 所以怎么样能够适当的配合我们所在的社交的情境 然后发出自己的情绪 这恐怕跟我们在人际之间的互动 使我能够非常的顺畅成功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进行这个情绪调节的时候 不管是压抑或者说是让它增强 有的时候也会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造成的一些影响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知道说情绪的调节 实际上是一个蛮复杂的心理的这个历程 就这一点我们想说先来跟黄师生教的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情绪调节 或当成一个历程的话 它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请黄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情绪调节的历程 在过去的研究当中 主要呢提出了一个理论 这也就是James Gross所提出的理论 他认为呢 情绪的调节 其实是包括很多个时间面向上面的眼镜 那么在不同的时间点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策略 比如说 对于不同的产生情绪的情境 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选择 那或者是我们选了一个特定的情境 事件在发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对这样的情境 进行所谓的调节 也就是说我们也有可能改变 或者是调整事情的演变跟发生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在情绪发生的过程当中 甚至于情绪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做一个分散 或者是整合聚焦的动作 那么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也会让我们注意在 在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情绪的事件的成分上头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对于事件或者是当事的其他的人 进行所谓的认知的重新的评估 那么这些呢都会让我们减少负面的情绪的产生 这也是呢主要的情绪调节的这个部分 那么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情绪还是就产生了 那么对于已经产生的情绪 我们也可以在行为上面 或是情绪反应上面进行一些调节 比如说我们可以抑制脸部的情绪表现 让表情不露出来 或者是说呢我们可能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跟我们的情绪的要发生的面向 产生不一样的方向 譬如说我非常的兴奋 我很想要跳起来 但是我发现我可能不能在教室里面跳起来 所以这时候呢我可能会抑制我的身体的 或是行为上面的动作 那么这些呢都是情绪调节的很多的可能性 以及它常用的一些策略 那么也有很多的研究想要问说 这些策略之间有些什么差别 那所以我们刚刚也讲过几个主要的策略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比如说重新评估被认为是还不错的 也是比较有效率的策略 那么同时呢它也很可能在情绪还没有发生 或者是没有完全发生的时候呢进行 那么因此呢对于会产生负面的事件的重新的评估 会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 好那么非常谢谢黄教授的这个说明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情绪的条件 真的是一个非常多面向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可能针对不管是在情绪的比较早发生的这个早期 或者是晚期可能也有一些不同因应的这个策略 然后策略之间也会因着说是什么样的时间点 或者是这个时间的本质而产生它不同的这个效果 好另外一个我想我们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 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或者是观察不同年龄的小孩 或者是成人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得到说 我们在情绪调节上有蛮大的个别的差异 尤其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观察这个小朋友 然后到他这个年长到他比较长大的过程上 似乎你可以看见这个非常年幼的小孩 比如说一两岁的小孩 他似乎这个比较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展现发出自己的情绪 可是要到了比较大的年龄才有机会看到 这个情绪调节的这样的一些现象 所以是不是就这个发展的这个角度 来请王老师跟我们谈一下 可能我们怎么样随着年龄的这个真诊 而对情绪的调节有这些不同的这个面貌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事实上情绪的调节跟幼儿期还有儿童期的对情绪的反应 其实是息息相关 那么也跟他们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的一种理解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说儿童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快速成长 能够对于情绪的发生有更多的理解的一个时期 那么也因为这样在他们的不同的理解的过程 或者是给予不同的理解的一种发展的一个历程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他们所使用或者适合他们所使用的策略 会有所不同 那因为儿童期有非常多的在情绪理解上面的发展 那么也从对于比较把情绪简单化到把情绪比较复杂的面向 进行了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所以儿童期的情绪调节的策略 通常我们都会教导他们用各种不同的策略 来体验不同的策略所带来的影响跟可能的结果 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策略 对于不同的时间点或者不同的事件 其实都可能是适用的 并没有排他性 但是一个儿童如果他有许多个可以使用的策略 那对他在选择策略上头 就有比较多的有利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也就是说他也许 他也许我成人也是如此不见的在进行情绪调节的时候 都能够立刻找到最合适的策略 但是当我们有比较多的策略的选担的时候 或许我们在找寻适当的策略的过程当中 会有更大的机会 那么也因为这样 我们在儿童期 其实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负面的情绪 能够被调节成为 倾向中性或甚至是正向的情绪 这样的一个历程对儿童来讲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有许多的策略的教导 其实在这个时期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 好 那么谢谢黄教授的这个说明 我想最后就是 我们是不是再请黄教授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假设我们要能够 我想在现在的社会 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 也许这个IQ可以让你进入一个领域 但是EQ可能是让你在这个领域成功的这个关键 所以我们是不是从这个EQ 还有情绪调节的观点 来再跟我们强调一下 什么样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善用情绪调节的策略 事实上情绪调节的策略其实是越多越好 但是有些策略跟另外一些策略之间 还是有一些适用的范围跟可能使用的频率的差别 原因就在于有些策略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 更快速一点减少我们的负面情绪 另外一些策略可能会让我们慢一点 或者是更不可能 离开我们的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几个主要的策略 比如说情境的选择 那当我知道我去一个情境我会很不快乐 我其实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 所以不要勉强去一个不喜欢可能会产生负面情绪的情境 另外呢我们也可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比如说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个对负面情绪的注意力 把负面转移到其他的事件上 甚至于很积极的去从事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正向情绪能够发生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比较积极正向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对于负向的情绪也就进行了很直接的调节 那么也有很可能是我们再进行重新评估 那么也就是说也许我们资讯更完整一点的时候 对原先认为应该产生某一个负向情绪 或是某几个负向情绪的一个情境 我们可能进行了重新的评估 而发现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负向 或者是我们不需要对其中的某些部分 做出过度的反应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重新评估 也会让我们积开复向或产生真相的情绪 那么当然如果说我们在情绪已经产生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对于这样的情绪持续的反处 也就是说重复的思考 发生这个情境的前因后果 以及情绪的那个重新的再体验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 我们很可能就变得比较难 离开负面的情绪 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各种的策略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越早越快 离开负面的情绪 可能是我们进行情绪调节的一个非常浅在 而且是基本的目标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的情绪已经产生了 我们如果从身体或者是行为上面 做一些减少它的表达或表现的话 也会让我们原先的负面的情绪变得比较减少 那么也就说如果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把我的生气完全的表达出来 这未必会让我减少我的生气 但是如果反过来我很生气 但是我的脸部的表情或是行为的动作 看起来不像是那么生气的话 其实我也会觉得没有那么生气 那当然这涉及到我们的身体的部分 譬如说我们的自主身体的系统的反应 可能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情绪的反应 以及情绪的调节有关系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信任和 如果我们的反应或是我们的行动 会把我们的所有的情绪都表现出来 我们的信任和未必能够舒缓 可能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减少 它的过度的活跃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比较有效的情绪的调节 那么过往呢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研究 来探讨情绪调节的策略 这个部分呢会影响到前面的几个 有关于情绪的成分的一个被调节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讲到情绪的成分的时候 然后有讲到情绪的反应可能涉及到生理 比如涉及到脸部的表情 比如涉及到我们的思想 我们认为是什么样的情绪 那么这些部分呢都可能会被我们的情绪调节所改变 那我们也可能呢影响到我们最终的 我们跟整个环境的一种关系 所以情绪调节可以说是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成分 好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正大学心理系的黄世正教授 我们非常深入谈到情绪的调节的重要性 以及它甚至可以回馈的影响我们整个情绪的经验 我建议中完了 你 以前 我建议中概念 我建议中大家